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美国人再没有人可选了 选出一个黑鬼当总统 那咱们大家一听 他这个措辞里面 语气里面 其实就充满了歧视 对黑人的歧视 把那个黑人叫黑鬼 尤其是即使他被选择总统 他就说说是选个黑鬼当总统 好了 那这个故事 我们先不把它怎么说 但是我就想跟大家来分享 就是我们都不愿意被歧视 我想说话的这个人 他也不想被人歧视 尤其他说他在国内是有头有脸的 是吧 他是想有尊严的 但是他不想被人歧视 可是我们又去歧视人 他说选个黑鬼 大家都知道 这肯定是不喜欢的一个贬秘词 是充满了歧视的 所以他自己不想被歧视 可是他又去歧视别人 其实对于移民来说 到西方国家 我因为在这样子的帮助移民的机构 我知道我见过很多的白人 白人对移民是很热情 欢迎 尤其是他们在这种西方国家 实际上是用法制的 法规的形式 保障没有歧视的表现 所以我看到我的同事白人呢 他们说话干什么 可特别特别注意 就是对带移民 首先是肯定是特别要礼貌 那我们所有的移民可能大家都能 贴身的体会到这一点 我们看到白人 我们都觉得 我们在到西方这个国家 这是个多元国家 全世界的各个国家人物 在这都可容易看见 但是大家都一致的说 白人是最最文明礼貌的 我们都非常喜欢白人 觉得他们文明礼貌 见陌生人都是微笑 先给我们打招呼 那我在我的工作中 我看我的白人同事也是这样子 他们特别的注意 对待移民的尊敬礼貌 尤其是遇到一些 因为我们有时候 肯定必然在人和人接触中 会有文化冲突或者是一些事情 比如说我们的洗手间 总是有时候 因为我们这经常做workshop 一来就是一大堆的人 所以这一结束 一大堆人一走 那个洗手间是最最脏的 那白人他都很注意 就是措辞 怎么样的去祝福我们 跟我们的族裔的人 怎么说 要注意这个卫生清洁啊 什么的 就是他们生怕 他们的言语中出现了 这种歧视的语气啊 或者话语 甚至他们都是非常尊敬的 老是他们很会说话啊 他们经常都跟我们说 就是我太羡慕您了 你们会想两种语言 我就是只会讲一个语言 就是他们不会说 哎呀你不会讲英语啊 我多骄傲 我得以我讲这么棒啊 所以 而我们 刚才我举那个例子 我就想大家可以看一看 思考一下啊 我们自己有没有像 这个比较典型的啊 这个移民 我们是不愿意被歧视 可是我们在无意中 我们又有歧视别人的这种思想呢 因为我们的文化背景里面 特别讲究的是 地位名利啊 所以就是他说的 我是有头有脸的人 到这儿来 其实我们当时 全力以赴的帮助他啊 没有一处显出 对他的不尊敬 但是他自己心 因为他强烈的那种 地位名利的想法 所以他好像就接受不了 他一切从零开始的 这样的一种状态 他实际上他自己内心 看不起自己啊 觉得自己现在不是 有头有脸的人 其实我们 大家在西方国家 带着人都知道 谁也没有说 他是个移民 就是没有地位 没有头 没有脸 所以其实是 这是他自己的认识啊 心理的自卑的表现 又因为他极端的这个自卑 又到了极端的自尊的这个 极端的表现 所以当奥巴马被选上总统 他有两个美国人 再没有人可选 选个黑鬼啊 所以我想通过这个经历呢 给大家提醒啊 我们能否像这个真正的西方人这样子啊 做到尊重所有的主义啊 也尊重自己 也尊重所有的主义 那么其实我们也知道 在西方文化里面 我们尊重所有的人 并不是看地位 看名利 对不对 啊 不管他是什么样子 人 就比如说 白人见了陌生人的微笑 他也没有因为这个陌生人是个市长 省长 是不是啊 不管这个陌生人是谁 他一定是要微笑 这就是一种就是人人平等的一个 非常具体的尊重别人的一个表现啊 那我们反显一下我们自己啊 我们是否还有原有 我们文化中的一些糟粕的啊 就是太讲究个人灵力 太不注重群体的尊重 互相的尊重 尤其到了西方这个国家 大家特别各个国家 各个族裔的人融在一起啊 特别讲究的互相尊重啊 包容接受接纳啊 呃 其实我们也都知道 我们大家在生活中也都常说 其实你尊重别人也就是尊重自己 你要想让别人尊敬自己 首先我们尊重别人 这话都太俗气了啊 说的 但是呢我们 虽然俗气但是我们在生活中 呃 可是又不自觉的经常出现 到我们一些呃 呃 这个不融入主流社会的一种 呃 个人民族主义啊 这种思想啊 呃 呃 所以我想 呃 通过这个故事给大家分享 呃 提醒啊 呃 我们自己呃 不要去 种族歧视 过强的民族主义 呃 但是呢 呃 呃 你去 歧视别人了吗 歧视别的族裔了吗 是吧 我想给大家提醒这么一个啊 呃 上一期我记得我讲到那个警察 还讲到一个酒店的里边 在选举 在选这个优秀的员工 啊 这里边 这几个故事里边 都实际上体现到啊 就是 我们 对于人人平等 啊 的认识 确实 和这个世界级的 还是有差别啊 所以我们在那个 我那个酒店的故事里边就 遇到这个情况 当白人坚持 要选所有的员工 呃 在所有的员工里边的选举 的时候呢 我们自己的人 把我们中国人自己分成三六九的呃 呃 正式工临时工 呃 合同工 我们要把呃 临时工排除在外 而且那个临时工呃 呃 还是个农村人 是吧 所以我们呃 真的是呃 我们得自我 好好地反省啊 呃 另外呢 我们那个警察的故事也是啊 就是呃 呃 呃 在抓 嫌疑犯的时候 又是如何的 去做的 要尊重人 是不是 所以呃 恐怕 我觉得我们原有的这个认识啊 和西方已经发展成这么多年的认识之间的差距啊 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去学习去呃 呃 呃 来缩小我们的差别 让我们能够更好的融入主流社会 在西方国家过得更幸福的生活 好 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 呃 呃 欢迎下次再见 读懂温哥华 从温哥华港湾开始 真正的本地新闻 及时最热接地气 玩玩乐乐温哥华 大温一周好去处 各类本地休闲娱乐资讯 舌尖上的温哥华 BC被原创美食微杂志 打造温哥华美食地图 温哥华港湾 大温最火的中文网站